东协的外长会议 这当中我们先来看到的是大陆的外长王毅 跟印度外长苏洁生 两个人见面了 好 当然两个人都同意 要共同致力于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推动边境事务磋商 也取得一个新的进展 好 王毅有特别提到了 中印关系具有超越双边范畴的重要影响 另外呢 希望中印关系可以重回正轨 符合双方的利益 同时这个也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期待 好 苏洁生则是说了 双方呢 也是共同致力于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 当然希望能够取得一些新的进展 好 不过这当中呢 我们要来看到 苏洁生有谈到一些话是蛮有玄机的 他特别提到了 其实有所谓的使命感跟急迫感 好 难道说印度方面真的急了吗 因为其实哦 这个中印之间 两国的外交关系 可以说是断崖式的下降 包含有很多的中国企业都不到印度去投资了 另外一个部分我们还要来看到在军事的布局 现在印度也紧张了 主要就是因为呢 在这个班公湖 解放军搭起了第二座连接南北的桥梁 好 这个桥梁呢 在设计上承载了15式轻量化的坦克 坦克上呢装备有先进的105毫米线堂炮 能够发射多种的弹药 包括了穿甲弹还有破甲弹以及榴弹等等 好 当然中国大陆在班公湖的第二座大桥 是可以让坦克部队在冲突发生时快速部署的 随时在南北两岸都能够作战 这个部分我首先想请教一下这个帅化名帅将军 中印两国本来就是面和心不和 印度在边境挑衅不是一次了 那挑衅是只是边防部队的冲突而已 但是印度在这个边防后面摆了有重兵 号称动员了有部队 又换了28顿的轻坦克 因为印度的原来的这个重坦克 68顿根本走不动 平原作战都有问题 所以到了喜马拉雅山这边呢 它根本就没有用处 但是它用的是28顿的 那么也把飞机调到这个印度的这边的机场 所以印度好像是要加强战备的样子 那中国大陆也做了回应 它回应很简单 它把班公湖的两个大桥 第一个大桥前年修好了 第二个大桥又修好了 修好以后从班公湖南北这个交通就开了 而且容许有战车可以通过 那中国大陆发展的这个21式的这个坦克车呢 它的重量更轻 但是它火炮很大 是105火炮 这个105火炮呢可以打这个穿甲弹 也可以打高爆榴弹 也可以打各种各样的弹药 那么轻坦克照理讲就是装甲比较薄 那这种轻坦克在山上作战 一定是步兵跟战车两个是互相结合的 而且这种结合的时候可以步兵挖掘一个浅的战壕 坦克车半身掩在下面 因为轻坦克啊 除了炮塔装甲比较厚一点 它车身的装甲并不是很厚 但是有10火炮的远距离交战呢 那就让中国的坦克车可以有在半岩壁的状况之下呢 可以减少被打的目标 它只有一个炮塔在外面 这样的话 有公路 后勤 补给 弹药 运输都没有问题 那印度就面临很大的考验 如果说你拿你现有的军事装备到边境来冲突的话 那可能后果就跟当年中印之间的一个战争 打得灰头土脸 丢盔蟹甲 上一次中印战争差点就可以很少 印军一直到它的新德里 所以因为一过了这个山区以后 下面就是一马平川 所以印度对中国大陆一整倍军备就很害怕 何况中国大陆还有两个优势 千二十也到了新疆跟西藏的这个机场 第二个 中国大陆有上万架的无人机 这种东西是可以完全克制印度的坦克 我们在俄乌战场上就看到了 连美国的M1 布莱德雷 M1的这个重战车都被无人机给压制得很惨 何况你是轻坦克 所以未来战争里面除了坦克的数量 无人机的数量 再加上千二十的高空的空优的夺取 那印度是没有一点点胜算 所以这个苏杰森跑去讲的 跟这个王毅两个讲的都是场面话 大家维护安全的什么经济发展 股子里你在那边准备军备嘛 你挑衅在前 老共反应在后 而反应出来的实力 印度知道没办法对付 一旦开仗的时候 那就下场很惨 所以这个问题上一次我们还看过一个视频 中国大陆对这个边区的哨所送饭都是用无人机送热馋 四菜一汤以外还加水果 那我们也看过印度的士兵的补给就很惨 相对有没有热水洗澡 有没有热食供应 有没有防寒的冰涩 这各方面条件比解放军在印度的驻军差很多 你补击也差 后勤能力也差 那你主战兵力 印度的空军没有办法抵挡箭20的炸机 印度的坦克逃避不了无人机的东西 虽然印度也有无人机 我告诉你无人机还分三六九等 小的无人机只能带个一公斤两公斤 那丢个手榴弹而已 大的无人机它的这个悬浮力量强的话 它十公斤以上的炸弹都可以丢 所以这个威胁 这个军事家一看 你摆出来的东西就知道胜负一盼 所以这个东西 印度只是表面 这个摄影人类面利 很凶的样子 骨子里面 人家把东西一摆出来以后 就没有什么好谈的 这个实力永远是外交最强的后盾 外交没有实力的话 外交都是一句空话 所以你看这两边发言人讲的都是空话 对不对 中国大陆说大家好好做生意和平相处 印度也讲这个话 但是你的军事部署 从去年我们就看出来 步飞机动员部队送战车上去 结果中国大陆也步飞机 也送火炮 也送轻战车 所以这一笔下来就知道了 当然一笔下来就知道除了场面化之外 接下来我想问一下这个借大使 就是说中国不惜修建大桥 增加对印军的应对能力 当然显示出他们对于这个班公湖关注很高 刚刚这个帅将军有特别提到 第一座大桥已经完工了 好第一座大桥能够通行的是 中国大陆的作战人员 还有猛士以及突骑车等等的轻型车辆 但是还不够 因为因此呢 所以才要再建第二座大桥 我想虽然维持战时的停火 这种备战 这种准备作战的这些加强的攻势 各种后备后勤的这种 中国大陆是不会停的 而且我觉得大陆现在就变成 就是说对于领土主权的 当然不是现在 过去也是不会退让一寸 那你要看到中国大陆有这些作为的话 那印度的作为更多 印度事实上的话 我最近看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美国的这个叫discovery 他们事实上在这个就是西段 中印边界冲突西段 邋遢各地区 他正在筹筑所谓的 当地的这些 这个本地的这个自卫队 那这些我看了他这个片子 他全部都是藏族的年轻人 对你要知道这个地方为什么有冲突 基本上那个地方拉达克以前叫小拉萨 他那个城市建设是仿拉萨的 他的那个整个的这个最大的建筑很像拉萨 小拉萨是一个藏人传统居住 你就知道怎么会是印度的领土 西藏属中国的话 当然西藏人地区都属于中国人的地区 是英国帝国主义的侵略 然后印度搞大印度主义 印射把那块化为他的 现在中国大国并没有承认 这个印度在这个西段 这个拉塔克的这个地区 班公湖这一带的这些 这些印度的所占领的领土 这都是中国传统的领域 所以再加上印度本身事实上在那边 军事的力量增强是不断着在增加的 所以中国大陆不可能就是说不备战 那我觉得就是说这些也不够两条公路 那你要看这个印度来讲的话 我们不管印度最近在中国的这个领土里面 比如说在这个 这个 这个 东段的 这个也就是说这些 是印度叫这个 印度占领的中国这个领土里面 这个 修筑了大批的这个水力发电站 那这些部分的话 其实都在中国传统领土里面 那我觉得就班公湖来讲 它是一个战略要地 上一次冲突在班公湖 就是一个主要集中地 那不可能这个事情过后以后 中国大陆就可以一切就 又回到这个原来的状况 一定是加强战备嘛 一定加强 然后军事的部署 然后整个的后勤的组建 我想这个都是不断地在精进的 那我们看到中国做的话 你要看印度做的话 我刚刚提的话 那是更积极啊 补充一句 印度为什么可以募到藏民 因为达赖喇嘛在印度搞了很久 所以一部分这个西藏的信众 跟着达赖喇嘛就在那边受印度的这个保护 他为什么要用藏民呢 因为藏民对高山去后有适应能力 一般我们平地的汉人到了高山会有高原症 所以打仗就比较困难 那中国大陆就拼命加强我讲的后勤部署 甚至于在高山上还有热供应的营法 这一点条件比较强 而这个地方的战争是打后勤 打后勤 不是打前面的冲突部队 谁的后勤资源能力强 谁就能赢得这个战争 刚刚我讲的分析的是武器 所以为什么要修桥 修路 你没有桥没有路 大批的军火 大批的这个资源的战斗部队 资源部队 不能到达的话 这个战争打不久了 好 所以后勤补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小 这是这里的 但这个战争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不解释 独门的好心 这就是这里的 共鸵 对 能力 可以 但是 他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